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来参与一下中国这边的一个网络盛宴吧 就是这两天啊,中国两位网络大V呢在这对决 而且引起了网民的围观 这两个大V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个是刁攀侠胡锡进 另外一个呢是太极高手马宝国 他俩在中国呀都拥有很高的人气 那么这次的对决呢挑起呢是由于这个胡锡进挑起来的 但是马宝国呢也不会是一代武林宗师啊 这个出手呢也是非常巧妙 所以他俩的这个隔空对决呀 引起了网络的热议 那么我们也不能免俗嘛 我们也来参与一下这个狂欢的讨论 那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还说两句啊 因为去年到今年呀整个油管的这个策略呢有所改变 他对时针类主播呀也就不太支持了 那么由此的结果就是时针类博主的这个收益呢越来越低 我的两位好朋友博主啊 由于收入实在太低 虽然他们粉丝众多 但是呢现在不得已呢已经出去打工了 那么江泰公呢由于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出去打工 另外呢好在以前呢也有一些积蓄 这个日子还能过得去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呀这个会员的支持呀 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大家都知道 从去年到今年呢会员对我的支持是挺大的 如果没有这些会员朋友的支持呀 说句实在话 有些这个频道呀我也没有更新的动力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啊 喜欢江泰公的朋友 也愿意支持江泰公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有能力的情况下啊 加入江泰公的会员 这样的话保持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 能长期的做下去 那么在这呢我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这次网络狂欢是咋引起的呢 实际啊这就是胡锡进呀 这个家伙啊确实啊人格分裂 他好像认为啊他是赵家人呀 实际胡锡进啊现在就是有这种人格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呀 他已经不是国家干部了 但是他经常呢以国家干部的身份 以官媒的身份出来发表他的言论 替中共叼盘 而且是什么都敢叼 而且厚颜无耻 不怕打脸 就是网友说的嘛 能打败今天胡锡进的 就是明天的胡锡进嘛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呢他就是网络红人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事情啊 非常非常奇怪 就包括我前两天说的 这个司马南完全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嘛 但是也拥有几千万的粉丝 这个也许就是别人说的呀 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吧 那么胡锡进调解这个师端呢 他是这样的 他在凭中美关系的时候啊 他说呀 中国在处理这个中美关系上啊 要运用中国智慧 要打战略太极 而且呢我们不能是马保国 我们必须是张三丰 大家都知道吗 张三丰是太极宗师嘛 但是马保国呢 算是一个中华武术暗号者吧 他在几十年练太极跟传授太极的过程中呢 就是自我感觉非常好 认为自己的太极武功呀 也非常高 曾经呢约架徐晓东 但是他俩呢没有打成 然后呢他还有很多经典的理论 比方说这个太极的接话发了 还有他的这个闪电五连编了 对不对 这都是马保国的标签 包括他用他那个方言啊 说那个好自为之 变成了好自为之 这也成了中国的一个梗 这个老头呢 实际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老头 但是呢 他被自己吹的牛啊 给忽悠住了 他确实感觉到自己啊 应该是个武林高手 所以呢 他就真正的登上内台啊 跟一个五十岁的业余选手呢 进行了一场比赛 结果被别人挤拳呢 就打倒在这个内台上 直接都晕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啊 马保国虽然比武输了 但是他嘴上没有输 他给自己啊 找了很多理由 而且我觉得马保国 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他的这个心胸啊 我觉得确实挺宽广的 不管谁调侃他 没有事 他也不跟别人计较 就像他讲的那个名言一样 年轻人不能不讲武德 你要好自为之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老头呢 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虽然大家都知道 他武功不行啊 但是呢还有很多网友呢 喜欢的 这个老头在比武失败以后啊 过了一年多吧 在网络上浮出的时候呢 他很快拥有了众多的粉丝啊 他在抖音应该有将近200万的粉丝 在快手呢 应该也有将近100万的粉丝 就是两者加起来啊 这有300多万的粉丝 所以呢 马保国可以说啊 也是一个绝对的网红 而且他的人气特别高 今年在4月1号云人节的时候啊 他开了一期直播 直接在线观看人数啊 超过了1000万 你想想 这个马大师的影响力是多么大 当然胡锡进的粉丝数量也不少 现在各个平台加起来呢 也应该有3000万左右 当然他的热度啊 在最近一段时间啊 我个人感觉呢 是没有马保过高 因为他这个叼盘呀 变来变去 很多人呢 都开始反感他了 而且就像我说的啊 他明明是一个退休干部嘛 他还经常以那种官方的口闻呢 出来发表评论 所以很多人呢 也反感他这一点 那么胡锡进在这个评论里头啊 他为什么要提马保国呢 我觉得他有点想蹭马保国的热度 他现在啊 粉丝数量肯定在掉 而且呢 热度呢 可能也降得很厉害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专门提了一下马保国 你想他那么精明的人 他也是个网红嘛 他不知道提别人会惹出麻烦吗 对不对 你可以含糊的去蹭别人的热度 但是你指名道姓的 这个还是一个江湖忌讳 所以从这我们能判断啊 胡锡进就是想蹭马老师的热度 但是呢 我们马老师啊 确实是一代宗师呀 至于我个人啊 对马保国呢 也不是很反感 因为马保国所代表的就是太极文化的精髓嘛 你只要接触过太极的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这样弄的 让我感觉啊 马保国讲的这套东西呢 就跟那街头耍把式的一样 它是一个生计 就是当时人们评论他跟徐晓东比武呀什么啊 我虽然觉得马保国肯定是个武功骗子啊 但是我心里头呢 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对这个人特别的憎恨 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见过练太极的人也很多嘛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生态 你只要不要太过分 不要打着中华武术的溃宝这样的招牌啊 去刻意的骗人 那么你给别人教练太极 也还是可以强身健体的嘛 所以我对他们这些人呢 没有像有的人那么愤恨 只是某碗饭吃而已的一帮人嘛 但是呢 胡锡进这样隔空喊话 来蹭马保国的热度以后啊 马保国的很多粉丝啊 就给马保国出主意 让马保国呢 这个起诉胡锡进 但是我觉得马保国啊 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还是很有处似原则的 所以他在网络上呢 就回敬了一句 有网友建议我发律师函 律师函就算了 我们做人不能太胡锡进了 这句话讲得太轻点 做人不能太胡锡进呀 所以现在网络上呀 把马保国的这句话啊 认为是对胡锡进 总结的一个巅峰之作嘛 做人不能太胡锡进嘛 对不对 你不能什么盘都掉嘛 一点原则都没有嘛 而且是成天自己打自己的脸 而且还是沾沾自行 对不对 你做人不能太胡锡进嘛 所以这个马保国讲话 还是很有水平的呀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网络上面的几种声调啊 我们总的来说呢 大家是偏向马保国的 第一种声音 胡锡进不讲武德 你要好自为之 许多网友直接在 马保国的反击留言下面 直接刷屏了几个 著名的网络感 胡锡进 你对马老师不讲武德 我劝你要好自为之 然后我们继续看 这个精彩留言啊 文斗不绝问习近 武斗不绝问保国 横批总是输 这个也显得经典 你六十多岁的老胡 偷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妻 这个就是马保国 以前自己讲的一段话 现在呢 用到胡锡进身上 也挺有意思的 你六十多岁的老胡 偷欺人家七十二岁的马保国 确实有点不讲武德呀 胡锡进你一个退休的阳门总编 偷袭我七十多岁的老同事 这是明显的不讲武德 所以这些呢 都是直指胡锡进他不讲武德的 然后第二类啊 建议胡锡进和马保国呢 约一场PK 像马斯克与扎克伯格那样 不少网友呢 在评论处提出的建议 胡锡进可以与马保国 来一场八角龙PK 就如同世界首富马斯克 与扎克伯格那样的决斗 一凭IP地址为北京的网友 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得到了众多的赞同 他说呀 我觉得马保国不禁要发律师函 还要跟老胡约一场 把他直接KO了 另一名来自广东的网友询问说 马老师打胡锡进 应该问题不大吧 然后更多的网友呢 直接在社交网络平台喊话马保国 直接给胡锡进下战书吧 建议马保国和胡锡进 直接打八角龙 就像马斯克跟扎克伯格那样 支持马大师约架胡锡进 我压一百元 阻马大师闪电五连边胜出 马老师下战书单条老胡吧 我觉得你能打十个胡锡进 这些呢 都是支持马保国的 甚至给马保国打气 说你约胡锡进直接来PK一场 第三呢 不少网友压马保国赢胡锡进 如果揍老胡 我挺马老师 一名来自江西的网友就直接留言 得到了众多的赞同 马老师如果揍老胡 我挺你赢 另一名IP弟子位黑龙江的网友 同样认为 必须支持马老师 胡锡进太伤人了 支持马老师跟老胡干到底 胡锡进应该打不过马保国 截止到7月5日中午11点 马保国接条向胡锡进的喊话声明啊 已经有4000多名网友互动 其中点赞达到了3400人 转发评论突破了1400人 可见胡锡进与马保国碰撞 带来的热度有多高呀 实际这个情况啊 目前正在发酵 现在网上的讨论啊 更多 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场网络的盛宴吧 因为中国确实啊 今天闹清事情也比较多 就在这种情况下 胡锡进还到处叼盘 有的事情呢 明明老百姓认为有问题 他也向着中共叼盘 实际老百姓啊 心里头有一口气啊 一直对胡锡进是不满意的 但是他在这次碰撕马保国这个事上 现在让网民找到了一个发现口 网民现在是全力挺马保国 希望胡锡进啊 能当众出仇 所以啊 这也是老百姓情绪的一种发现吧 那么有关胡锡进跟马保国这个事情呢 大家看来经过呢 就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观点啊 如果马保国跟胡锡进掐架呀 我挺马保国 好吧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